剛剛小喬最聰明的地方是 有用到這一個臘肉的湯啦 這個是值得驕傲的喔 皮當然一定要拿掉 你沒有拿掉喔 沒拿掉 因為你要吃皮喔 習慣性就不會拿了 你把肥肉處理 對 這個肥肉我們另外切用這個肥油去爆香 把它的油爆出來 再去炒這個蛋跟炒這個飯 過熱了 對… 煮這些辣味的油… 辣味的油爆出來 這辣味都出來了 它好油喔 對 這要特別注意 這些油跟這些油不一樣喔 這些肉裡面一定要加油 因為你沒有加油 這些肉吃起來熟 來 熟熟… 熟熟… 盡量不要切糕 不要切糕你在炒的時候 味道容易出來 它的味道比較快出來 我們就學到了 來這邊很棒 就可以學到一道菜 需要大碗嗎 不用 你看看一小塊的油炒出來炒多少 對 炒多 很多嘛對不對 超多油的 很多 好 那現在呢 這些油出來以後 我來炒這個蔥花 蔥白的部分 蔥白的部分先下 然後蒜白的部分下一點 對 肉輪補充 炒多 以前有那個蘿蜂香 蘿蜂香 對 用這個蘿蜂香 它蘿蜂香 這樣感覺就好好吃了 真的很好吃 對啊 這樣就很好吃了 對 很香喔 這樣味道出來的出來多了這個 這個蛋 這個蛋一旦下來讓飯吸收就OK了 對 它也包括2000 它這不用 其實也不用黃金飯 對 就另外一種 薩蘿蜂香 是用的那種我覺得還不錯 就你看得到蛋吃到蛋 可以整顆下 加了它在氣溫的時候下飯 飯一樣會發 對 這樣這個做法 就是這樣 還有因為你炒臘肉 炒臘肉 所以不是說 每一個方法適合用 每一種不同做料 每一種不同的烹調 不過小喬 它的精神是口感的 很好 很好 很厲害 靜音是尊敬你的意思 尊敬你喔 很厲害 那麼他就是尊敬的 只有他父母親的你知道嗎 這個飯後一定要炒到飯 它會穿開就好吃了 穿開 對 怎麼樣叫做會穿開 就是剛剛龍哥講的 一粒一粒它會膨脹 你看 還比較香 你看阿基仔的手 都很煎 煎熟 對啊 煎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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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也放奶油 那個一定要放 對 它會很香 對 你看 大軍壓盡 對 這澎湃 馬上看 我的媽呀 變一大 切碎一點感覺料好多 好多 對啊 每一口都吃得到 對 這個好吃 你這樣炒飯會很香 對 不會 不怪 不怪是一台中輸 不能這樣說 不能這樣說 你這樣 手也快一點點 我要多學習 用這種鍋子來煮東西 真的 因為我第一次用到 我們家都煮的 煎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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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我剛剛這個都 手插插了才不行 我現在連鵝肉也敢吃 還要加醬油 我好醬油 他就是講過 炒飯最好的朋友醬油 對 醬香味 對 我剛剛沒吃 因為我是覺得辣肉就 就覺得辣肉不行 炒飯最好的朋友 對 這咖啡肉也好看 對 這是紅樓 紅樓 在乎的是三方位 好 現在飯粒都炒頭 對 飯粒炒頭 我們這裡放那個 那些蒜仔白蒜苗 有的沒有的 因為飯有夠燙 你那些東西放進來 你這裡會好炒 對 沒去黏 對 現在起鍋的時候 兩匙香油 下來沒關係 沒油 對 紅樓才會夠 這是要放紹興酒嗎 不用了 不用了 好 這樣應該很少人放酒 可以啦 也是可以 不然有我的朋友 我們家不喝酒 對酒就會比較 真的 你們家不喝酒 我們家不喝酒 你以為馬大哥會喝酒 當然 他看來就是很會喝 我們沒有認為他喝酒 我們認為他酗酒 馬大哥看來超會喝酒的 我一生沒有醉過 你沒喝酒 當然一生沒醉過 蒜苗辣肉炒飯完成